对世界把镜头转到美国 在这里有不同的问题 因为各地连日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 不只会增加群聚感染风险 专家也警告 像是警方使用催泪弹 胡椒喷雾等阵暴武器 来控制人群的时候 可能会助长疫情扩散开来 因为示威者会吸入刺激性物质 开始流泪 咳嗽 甚至可能喷发唾液 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 如果有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这传播的情况 可能会难以控制 为了驱散示威群众 美国军警朝人群 使用非致命性震暴武器 万箭齐发 无论是催泪弹或胡椒弹 虽然不会直接造成生命危险 但样样都让人不停喷泪咳嗽 专家忧心就会因此助长新冠疫情 眼泪、鼻涕甚至唾液 被刺激性烟雾逼出体外 在毫无社交距离的示威人潮中 一旦有新冠患者 传播情况将难以控制 在刚刚解封的美国各地 带来二波疫情的威胁 看着全国挺黑示威的气势 纽约州州长古墨也不敢禁止民众上街 只能苦口婆心做好示威的防疫卫教 专家警告就算新冠疫情看似趋缓 催泪弹也可能助长其他疾病的传播 虽然疫情冲击之下 戴口罩的美国人似乎变多了 但这波反歧视和反警方暴力的行动 就怕民众高声呐喊 同时对病毒的威胁失去戒心 张立德兵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